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针对疾病的新型治疗办法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疾病治疗效果的逐步提高。 近年来,介入治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医疗手段呢? 请关注本期吉林卫生,带您了解介入治疗上。 关注大众卫生话题,倡导健康生活方式,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本期的吉林卫生。 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长春肿瘤医院微创介入科主任冯铁红。 冯主任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冯铁红,长春肿瘤医院微创介入科主任,从事肿瘤工作30年,对肿瘤的综合治疗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主要从事放射介入,超声介入,射频消融治疗,微波消融治疗,亥亚刀冷冻治疗工作,高强度超声聚焦刀治疗。 下面欢迎我们的健康观察员豆豆,豆豆你好。 主持人你好,冯主任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豆豆,在你的印象里,你都知道哪些治疗方式? 我知道的一些治疗办法,主要分为两大类吧,一个是手术治疗,还有就是保守治疗,然后在这两大类里边还会分出一些很多不同的治疗办法。 那这两大种的还真是包含了大部分的一个治疗办法。 那今天我们要聊到这个治疗的办法叫做介入治疗。 这种办法很多人还不是特别的很了解,所以我们首先还是请我们的冯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介入治疗。 对,因为这个介入治疗它的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近20年才起步,所以说老百姓对这个还是有些陌生,不像外科内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样他可能更了解。 有的时候病人去看病,他可以刮内科外科,很少有人刮介入科,这个介入科因为起步晚,所以说人们了解的少。 但是我们通过就是说科学的发展或者一些影像学的发展,介入是发展得非常快,而且现在有和内科外科三株鼎立之势。 所以说介入呢,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就是说术语讲的就是在影像引导下的治疗,就是通过影像,比如说CT啊,核磁啊,超声啊,通过影像引导,然后看到病变在哪,直接去治疗。 介入治疗是介于外科内科治疗之间的新型治疗方法,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现在已和外科内科一道称为三大支柱性学科。 通过这个主任的介绍,我们大概是了解了一下什么是介入治疗,那么介入治疗它可以治疗哪些肿瘤的疾病呢,这也是我们要接下来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介入治疗呢,对肿瘤的治疗非常广泛,它所有的实体肿瘤都可以通过介入治疗,除了血液疾病呢,它看不见,这种情况下呢,很少用介入,只要能看着实体肿瘤的,影像学能看到的,都可以进行介入治疗。 比如说酸塞血管的这个介入呢,是把这个肿瘤的血管酸塞掉,使肿瘤呢,营养缺乏这样子的坏,消融治疗呢,也是针对实体肿瘤,比如说肺头上长那个肿瘤,它长了个两公分肿瘤,我们通过CT发现肿瘤以后,经过穿刺,把这个冷冻针或者是热消融针呢,送到这个肿瘤内以后,进行治疗,这样呢,把它实体肿瘤冻得坏死了。 或者是呢,针对一些转移的,比如说肺转移的,肝转移的,以及股转移的肿瘤呢,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治疗,特别是实体肿瘤进行治疗以后呢,针对一些肿瘤坏死,或者一些肿瘤的并发症也可以解决,比如说股转移非常疼痛,我们通过冷冻以后把肿瘤冻坏死了,这样疼痛也就缓解。 那么主任,我还听说过有一种治疗叫消融治疗,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它跟这个介入治疗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其实介入治疗呢,包括的比较广,它有血管介入和非血管介入,所谓的血管介入就是通过血管里头去做手术,就是说我们经常介入有些导管,这个导管呢,通过在血管里走去做这个手术。 还有一个非血管呢,就是说经过穿刺,在影像学,比如说CT看到了这个肿块,我们直接穿刺到这个肿块,然后呢,通过一些物理的办法,冷冻和热,就是说这种办法治疗呢,就叫消融治疗。 那说到这儿,很多的一些观众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消融治疗在肿瘤的治疗过程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消融治疗呢,就是通过物理的办法,比如说这个热,热消融,就是通过,咱们大家都用过微波炉,微波炉是加热的,可以把东西煮熟,这个微波治疗呢,也是通过微波,有一根针穿到肿瘤内以后,然后通过电磁波加热,使这个肿瘤呢,蛋白凝固坏死,它可以达到100多度的温度,这种的叫热的消融。 还有一种消融是冷消融,就是把肿瘤冻到零下100多度,然后呢,再通过加热,使这温度呢,迅速升到40度,这样将近200度的温差,是肿瘤坏死。 其实就像我们老百姓经常,脚杯冻了之后呢,往往是拿血戳,这种呢,皮肤可以保住,可以让它缓过来,如果是拿热水烫,可能这个皮肤就会坏死,这个脚就会保不住。 我们恰恰利用这一点,把肿瘤冻到零下140度,然后加温,升到40度,就200度的温差,让肿瘤细胞直接坏死。 没有它融化的机会,只是让它从分子水平裂解,达到了治疗肿瘤的作用。 风主人的这种解释是非常的形象。 对啊。 其实呢,一说到肿瘤的治疗,我们都会想到化疗的这种副作用,那真是让患者是遭了很多的罪。 那这个消融治疗,它有没有什么副作用?这也是很多观众比较欢心的。 对,人们把这个消融治疗叫绿色治疗,其实它呢只是局部治疗,它对身体的损害呢只是在穿刺的过程中,因为这个肿瘤长在这个一个胀气的中间,我们要经过皮肤穿刺穿到肿瘤上。 这些呢都是在影像学的电脑,看到肿瘤穿到肿瘤内以后,然后再通过这些治疗,冷冻或者热疗,使肿瘤坏死,达到消融的目的。 那么主任,我刚刚听您说了有这个冷冻还有这个加热的这个过程啊,那么这种冷冻消融治疗,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过程,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办法,您可以详细说一说吗? 这个冷冻治疗呢,实际上就是在影像,就是CT引导下,然后我们穿刺,就像咱们织毛衣那个细的毛衣针那么出的一根针,打上GMAIL以后穿到肿瘤内,这样呢我们通过一种气体式的这样,比如说雅气或者是氮气,它在释放的过程中都会吸收能量,就会制冷,这样我们穿到肿瘤内,它针尖上有一定范围的冷冻,这样呢, 冻成一个冰坨,把肿瘤冻得零下140度,这个冷冻呢,是可控的,比如说根据瘤的大小,我们选择穿刺针的出现不一样,或者冷冻的功率也不一样,甚至冷冻的时间长短,这个冷冻范围就可以可控的范围内进行治疗,我们一般的,比如说两公分的肿瘤,我们通过穿刺冷冻以后,冻过三公分范围内,全部坏死,这样呢,就等于把肿瘤, 肿瘤的外面的一公分也冻掉了,这样达到了彻底消除肿瘤的一个目的,那说到这儿,可能还有一些人问,那热消融治疗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热消融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是微波或者射频,它是也是通过电磁针,通过针穿刺到肿瘤内以后呢,发出电磁波,局部呢,产生高温 这样温度呢,达到一百多度是肿瘤的蛋白凝固坏死,它也是可控的,它也是根据这个针的粗和细,以及给的功率或者是时间,这样来控制你消融的范围,达到肿瘤彻底灭活的这种程度, 假如说肿瘤太大,过大一根针不够,我们可以用两根针,三根针,同时,直到把整个肿瘤打到完全灭活的位置 介入治疗的特点是创伤小,简便,安全,有效,并发症少,和明显缩短住院时间,因此许多介入治疗方法成为了一些疾病最主要的治疗方法之一, 如肝硬化,肝癌,肺癌,腰椎肩盘突出症,动脉瘤,血管畸形,子宫肌瘤等 感谢主任的分享,今天我们对介入治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下期节目我们会跟冯主任再聊一聊关于消融治疗更多的相关问题和注意事项 好了,本期的集中卫生就到这了,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